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采迁新手入门必犯的错误 你有采雷吗 用素描的方式去上色 这个方法其实是不对的哟 那什么是素描呢 一切单色化都可以定义为素描 很多新手入门的小白对于色彩理论并不扎实 喜欢至始至终只用一个颜色去画 那么我们这一类的话呢 虽然说有颜色 但毕竟它是单色化 所以被定为素描哦 例如我们来画一个樱桃 那樱桃的固有色是红色 我们一上来就会拿到一个固有色 大红色去画樱桃的一个固有色 那么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画面 我至始至终只用了一个大红色去画整体的樱桃 所以颜色看上去会比较的单调 那么这个也是很多我们新手入门的一些宝宝必犯的一个错误 会运用到一个单色去画它整体的灰白灰 然而这种方式画出来呢 你会发现樱桃的颜色它不但特别的单调 并且呢 体积感也不强 比较的平 虽然说画面上也有深浅变化 但只用了一个颜色 所以说它还是属于素描 它是没有彩色的 那么真正的色彩的话呢 它不只是用一个颜色去画 它还可以用到一些同类色 对比色和互补色的一些色彩理论去丰富 比如说我现在用到的就是一个深红色去进一步的加重暗谱 颜色如果用深红色加重不明显的话 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的用到一个红棕色去进行加重 边缘的反光我们是可以加一点玫瑰红进行一个丰富 让反光变得更冷一点 同时呢 樱桃的局部我们是可以加一点点偏橘的颜色 让整个樱桃变得更加的水润 通透一些哦 画梗的时候呢 它的颜色其实也并不只有一个颜色 我们同样的是可以运用到一些偏暖的绿和偏冷的绿 比如说亮部可以加一些黄绿 柠檬黄 暗部我们可以加一些互补色 红色 或者说同类色 橄榄绿和棕色都是OK的 一个立体的樱桃我们就画完了哦 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一下真正的彩线画 它必定不是只用一个颜色去表现的 而是多姿多彩的 所以说我们在画色彩画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用素描单一的一个形式去表现哦